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缴罚单的省钱回馈排行榜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省下一点钱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教大家如何透过信用卡来省钱 index,第一个 收到罚单要怎么缴纳,会跟大家解说 第二个,宝可梦整理出来的11组 神卡神账户的缴罚单回馈 第三,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超商做代收会不会被收手续费 那最后就是结论这样子 好,第一个重点 收到罚单之后要怎么缴纳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红单 它上面其实有写到就是说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网继网络缴纳,语音转账,邮缴 或者是向代收机构来做缴纳 事实上呢,你在这个网络缴费的部分 你可能可以刷信用卡 但是银行都不会给予回馈 第二个,语音缴纳的部分呢 它其实也是从你的银行账户把钱转过去 所以这个不会有回馈 第三个,邮缴 邮缴就是说你去邮局缴 或者是邮政化拨进去 也是用账户来缴 拿不到信用卡来回馈 但是第四点就有趣了 委托代收机构来做缴纳 比如说超商居然会有回馈 但是到底要怎样才能够拿到回馈 这个也是我们没感到 我来跟大家解说这样子 这个小七缴费便 就是你用缴费便这个关键字 在Google上面搜寻 你就会看到 它其实在超商所做的支付跟代收 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信用卡可以 那信用卡可以带收什么 监理贵费包括交通罚还 七七车燃料费跟这个强制险的罚还 都可以缴 包括我们讲的红单这个罚单的部分都有 但是呢,你要特别注意 请不要在超商直接刷卡绞 直接刷卡绞的动作不会有任何回馈 因为银行都会抓出这个戏目 并且把它排除 那唯一的例外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透过扫码支付 比如说open钱包 iCash自动加值的部分 它也可以做代收 比如说你透过open钱包过水 透过局质支付过水 或者是全家的部分 你透过Famipay 全赢家配来做过水的动作 那银行它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确认 你这个是消费还是缴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有可能可以吃到信用卡的回馈 比如说华南银行的SNY信用卡 或者是新冠银行 它所标榜的新冠OU点点卡 还与现金回馈预期卡 分期期卡 其实它都是特别把缴费的项目 把它抓进去 如果你是透过行动支付在敲商脚 有过过水的话 就可以拿到回馈 超商代收单笔不能超过3万块钱 如果你的罚单超过单笔3万元的部分 你在超商是无法缴纳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必须要就是线上直接刷卡 或者是直接零跪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把罚单给缴掉 但是就不能够通过超商代收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 那再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推荐11张的缴罚单的神卡跟神账户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台北富邦J卡跟JU卡 2022年的下半年 7月1号到12月31号 你一样可以绑定在橘子支付里面 在超商做消费跟缴费 都可以拿到2%的回馈 每个月加码上限5000点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回推大概就是一个月缴50万元的罚单 可以拿到1万 然后1%的5000点会当期给 但是剩下的1%加码的部分的5000点 会在下一期 4月底的时候才会统一入账给你 下一张3%是玉山Uber卡 特别注意玉山Uber卡的活动是3月1号到明年的2月28号 所以当活动时间快到的时候 请你上官网去确认一下 这个活动的权益是不是有做变更 因为它以前是5% 后来变3.8% 现在变3% 那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少我们这个下面左下角的QR Code 也可以申请啦 那每个月可以缴多少呢 你可以刷1万块钱的罚单 那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金 Uber卡有个特色就是说 折抵当期账单 所以你这一期账单刷1万 这期账单出账了 直接就是扣300 下一张 玉山SY信用卡 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 它只要是非实体过卡 它就认定为做网路交易 跟这个Uber卡一样好用 所以呢 你把它绑定在局值支付里面做消费 其实算5% 就算网购 那如果你把它绑定在 一般的行动支付消费 非实体过卡也算网购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 拿来绑定在局值支付 做缴费呢 可以的 所以请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拿单子 到超商去做缴纳 才符合这个资格 这个活动呢 是从5月10号 走到12月31号 月刷6000元的发单 可以拿300元的这个刷卡金 会折抵次期账单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有兴趣的话呢 请你先扫码开户 这样子才能够 顺利的办下信用卡 下一题台信阿狗狗卡 台信阿狗狗卡其实蛮妙的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阿狗狗卡的两大通路 都是可以拿到这个5%回馈 第一个是台信配战 小七缴费 这个我试过 假中所税有 下一个呢 是全银加配 在全家缴也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两个通路是并进 每个月的归户 可以拿到额外的 300元的回馈金 活动时间呢 是2022年的4月1号 到2023年的1月31号 如果时间接近1月31号了 请你再上官网去确认一下 它的回馈 这个游戏规则没有做修正 那特别注意哦 这档卡片有基本消费要5000块 比如说你要缴费的话 就一次缴至少5000块以上 你才可以拿到回馈 所以如果你没有确定 可以消费或缴费到那么高的额度 这档卡片请你不要用 就这里 我没有特别就是做一集开箱 但是呢 其实它的卡面还蛮美的 然后它可以跟Richard这两张就是一起 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时间 大概到9月底之前吧 限量1万卡就会发完了 所以如果你是旧户 请你就是先把卡片 就是做停卡 才能够线上加班 那如果你是新户朋友的话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 就是赶快去申请就有了 千亿万卡通通都是这种特别的线条卡面 那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扫码先开户 然后再从APP里面来自己进行 加班信用卡就可以了 全盈加配跟卡星辈其实是一样 就是你这个卡片把它绑定在行动支付里面 那你在超商持这个你的红单 然后跟他说你要缴费 然后开全盈加配这一批给他扫码 就符合规则 下一个玉山数位e卡 它有绑定这个全盈加配 有给予额外的5% 记得上网登录哦 登录完之后呢 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00 你把它拿来做消费 拿来做缴费都有回馈 所以这我觉得蛮爽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5月份拿到 赶快试刷一笔众所税2000块钱 结果下个月 真的出了100块刷卡近年 我就觉得说对有回馈 所以很推荐你赶快申办 申办下来之后呢 拿来缴费都有回馈 因为它活动只到9月30号 10月开始还有没有做加码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要关注就是我的平台 我只是官网还要再去看一下 下一张凯基银行的摩拜卡 这也是我们讲到快烂掉的卡片 这张卡片呢 新户给8% 旧户给6% 很不错 那特别注意要有低销3000 旧户可以拿到5000的6%就300 那新户就3333的8% 就是267元 活动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部分的话就要看明年 所以摩拜卡很好用 把它绑定在绝职支付里面 做消费缴费 都是有这个6到8%的回馈 接下来这个户头呢 也是我们7月份的时候 跟大家特别大力推荐过的 拿来缴费的时候有10% 尤其是你是台北市的交通罚缓 我自己特别登陆这个APP去看 如果你是其他县市 它没有罚缓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台北市的交通罚缓 是有回馈的 所以你是可以拿来缴到 你申请这个买位数位账户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APP里面来进行缴费 每一季可以缴3000块拿来300回馈 那如果你是旧户的话呢 就是缴1000块回馈100 新户的部分没有限定任何名额 旧户的话呢 就是限定前2万笔交易 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可以扫码开户 再来呢 星光银行有三张卡片 是我个人很推荐的 还宇现金回馈卡 然后分期期卡跟OU点点卡 但是他们的活动规则呢 其实随着时间 就是活动快结束 其实都会有所变更 所以大家就是还要在 持续的关注这个相关的资讯 星光环也现金回馈卡 那下半年改成刷500 然后拿50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但很简单 就是只要绑定在Femipay里面 只要刷500块就有50块钱 拿来缴水电费也可以 然后拿来缴交通罚缓 也有这个回馈 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扫码申请 国内数码Cube卡呢 它这个活动已经走半年了 从4月1号走到9月30号 我不晓得你每个月有没有 自动加值4次 就是2000块钱都做好做满 如果都有的话 你每个月都会有200点的 OpenPoint点数入账 它会在下个月入账这样子 那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把它拿来缴水费电费 然后甚至建议规费 都有回馈 下一张星光分歧7卡 这个也很简单 卡片申办下来之后 把它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然后在小7持账单来做缴费 包括这个水费电费都有 那活动期间是去年的12月1号 到今年的12月底 每个月可以刷1000元的发单 然后可以拿到110元的回馈 它是刷卡金会折抵下一期的账单 这个提供给你参考 最后最后 我个回馈最高也最棒 就是这一张OU点点卡 他们这一次的17%回馈怎么做 就是你在礼拜一或者是在礼拜三 来进行缴费 然后搭配Femipay到全家 持账单去做缴费 每个月刷1562元 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这个现金会直接入到你的OU数位账户 但是会在次次月入 所以就比较慢 你在8月份解任务 大概10月份才拿得到 但是它很好用 所以我有时候缴水费电费什么的 就是有机灵的账单 能缴的我就尽量用这个缴 所以这个是很好用的卡片 也很推荐给大家 所以有兴趣的话 就是赶快申办了 因为毕竟我4月多申办 我已经用了大概多久 5、6个月了 那你现在才要申办的话 就有点太晚了 所以请大家就是记得要 就是跟在最前面的风头 这样办卡 你才能拿到最多的回馈啦 那超商代说 会不会有这个手续费呢 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的案例 这个是我在3月份的时候缴的账单 最后刷出来的金额是多少 1206元 我就想说 奇怪不是1200吗 为什么多6块钱 因为这6块钱就是 这个会代收的费用啦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如果你在超商代收 你的回馈金低于这个6块钱 那你就不要再超商代收 但是呢 如果你刷卡的回馈高于这个6块钱 比如说10%的话 你缴1000块钱 是不是就是拿100回馈回来了 那你就是6块给它抽走 你还赚94块啊 我觉得就可以 那最后的结论呢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呢 能够不要就是被开红单是最好的 因为这钱就是本来就不应该花嘛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交通安全 但是如果你不幸真的被开单了 我建议你透过这一集的节目 透过这些行动支付跟信用卡 能够帮你多省下一点钱 就是多捞一点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啦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也欢迎你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 常常被开红单的人 就常常就是超速啊什么鬼的 这个呢 对他们讲一定可以省下更多钱 是更有帮助的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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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